好 下一套了 下一套是 極黑暴律 希德 這套東西 我一開始看 男主角 梁泰 和黑貓 一開始就是爬上去看 為了找這個開星 然後掉下去之後 如果這個是一套Gelo Game的設定 通常是男主角手去記憶 不是男主角死 只剩下女主角嗎 不是 你看這些作品通常都是 叫做兩個小時候青梅中馬 然後發生一件事 主角就奉旨失憶 然後就可以忘記女主角 女主角就失蹤了 後來就出來 或者出了一個背後靈 不是 她會出來打機 這個應該說 主角是會忘記了一些很重要的東西 究竟是什麼呢 她又不是很記得的東西 那故事就會從此開始 但這套東西當然不是 這套東西不是一套Gelo Game的改變作品 其實我覺得很愚蠢 她去找外星人 她在阿士 關什麼事 在阿士沒有羅茲威爾 要找什麼去找呢 因為這件事件 梁泰就知道 事件裡面就是黑貓因為這樣就死了 被告知而已 然後她就為了內疚 她內疚 繼承的遺願 她的目的就是要成為太空人 NASA的太空人 但是她有原因的原因就是 找出這個外星人 對 成為黑貓的遺姿 多偉大 真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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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又是十年 隨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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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總之 有一個好像黑貓的女仔 轉校過來 黑羽靈子 男主角一開始就說 好像說你還沒死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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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明顯是讀書讀壞 很變態 我不相信作為一個 因為一開始她還沒發生這件事之前 她是說她這件事 又是一件事 不是 她是全國考第三 全讀考第一 這不是讀宵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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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又不可以這麼說人 不是 正常人 第一次見到女生會說 可不可以在家裡 你要知道讀書能力和勝趣是沒有關係 哦 我認同 你說錯我認同 然後在游泳課的時候 然後就發生了一件事 又是女學生 爆地 那一刻我真的覺得很不科學 喂 我知道 哪一份科學都要注射 我不相信游泳池下面高級 可以吸住那個人 你不要讓這件事當意外 這件事很難說 就知道 大家都不知道這件事發生意外 是不是 為什麼吸一下水會突然脫掉一個蓋 我都不知道 脫掉一個蓋我可以當是意外 但是那個蓋為什麼可以吸住一個人 我真的有點困難 不是 去水位水壓 去水位應該是遲底才對 怎麼會在旁邊 有的 有的 香港的泳池都在旁邊 這麼搞笑 但是我不深信是有這麼大的吸力 應該沒什麼力水 那個人是不是吸塵機 所以 那是奇怪的 不過我不要管 然後突然間地板下陷 救了這位 自然應該原本要死 但是因為這樣就不用死的 女學生A 其實那個位置漫畫是調了 原本是在後面土石流爆石之後的事 現在他調算了 放在前面 想要 那個是老人 然後梁太就在天文台 天文台 黑語 靈子就去找他 就說 你已經死了 他好像跟他說 說今天會有兩個學生死 一個是 一個是剛才說 泳池浸親的人 另一個是他 這件事我都不明白了 既然那個泳池浸親那個沒有死 我為什麼要相信你 不是 你不是今天一來 一來到轉下就死了兩個學生 肯定有問題 不是 你應該這樣說 通常 正常的CRO是 有個人在你面前說 今天有兩個人會死 然後我會第一問 你是不是殺死 還不肯走 不是 我考慮你 通常說這句話 我想你要殺人 我想你應該聞不完之後 就會被人痛到 媽媽一流的殺手 是會說完對白才會對壞你的 一聽到那個對白 我就不其然想起 就是 這是一個殺手的故事 他改名了 他改名了 主角因為靈子好像黑貓 就是對他的說話 其實是有點 沒有抵抗力 可以這樣說 還有中間你會發生的小説 就是 靈子連九陰哥都不會背 九陰哥不會背 沒有問題 還有 在學校是很難考的 那裡不懂背 還有 自身就是靈子的力量很大 是咬手骨 不過不排除是主角太弱 其實開頭的時候 不是 他很興奮 他還在捏他的手 不是 他有研究過 研究過 你骨格正極 是怎樣 這本 原神獎 然後 主角被叮囑之後 就說 只要不搭車就沒事了 但是他真的有改口 他說 你還是不要搭 你是不是都會死的 你罵在這裏 不罵在這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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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他的語言是說 只要搭這班車 他就會死 但是 這個不會死的 這個 搭車準時搭到 就不會死 不會死 不會死 之後第二次 就搭到 第一次不會死 所以叫你不如不要搭他 其實很麻煩 那裏 改一覆一次 不 因為很明顯 因為靈智和他說了 世界線變動了 又變動了 又變動了 現在是G線 世界線真的很好用 不是 是有 是有 因為剛才 第一次跟他說 你搭這輛車不會死 第二次是 你不搭這輛車都會死 所以你留在這裏 所以他聽完之後 他才在想 究竟為何會有這個原因 他分析了地形 天氣 諸葛亮 林峰 然後就想到 應該就是 我搭了這輛車 搞到全家產 於是第一句是怎樣來 第一句的預言是怎樣來 第一句就是預言 如果去什麼都不做 靈智都不去那個地方 告訴他 他只要搭不到那輛車 他就會死 是啊 但跟著就是 林峰 然後就叫他 你只要搭這輛車 你就不會死 是啊 跟著說了這句話之後 世界線馬上變了 所以男主角 為何會這樣變 就會推論 就是說 我應該搭了那輛車 應該遇到某些事 應該連車什麼都會 陷阱 所以他推論到這件事出來 你就會 因為死多了一個人 他的角度就會 所以離開天文台 總之男主角就得出了一個結論 就是說他搭班車 就會害死了 其他人 但是他又留在天文台 他又會死 那怎麼辦呢 就是說 他要離開那個地方 但是不搭車的方式 離開 就是走路走 走路走的結果就是他要死 都是死 但是很搞笑 他死了 靈智他真是救的 不是靈智就是不想男主角死 所以才做這些宣言 他第一步是不想他死 是 要他留在那裡是因為不想弄死多一個 那條數不值 於是不如你死吧 免得死這麼多人 但是那班人沒有死 那現在就可以救他了 不知道 很奇怪 那他就要靈死了 不是 因為他就是魔法師 他不想讓人知道 所以盡量沒有能力之下 讓梁太不能死 但是到最後出手發覺 真的不行 才知道魔法 對的 最後就是因為他救了梁太 發現了他 魔法師 也不是發現了他自己說 他自己是魔法師 你這樣做是魔法師 還是不認的 你可以不認的 你可以說另一件事 我是原廠生物 不是啊 你這個時候應該說下一套說什麼 講個人的 下一套是甚麼 下一套是甚麼 不如現在去下一套 你應該是做預言的 那你是不是串連所有動畫 原廠生物 人家是魔法師 不過用機梁去改造的魔法師 科學 不是機梁 也不是科學 背後面有 就是頸部的脊椎 有一個魔鬼釘進去 就用這個去發動魔法師 其實今週真的很復活節 也就是聖恆你 就是阿靈子在救完梁太之後 其實他的任務已經完成了 在這個爆石之後 對他來說 已經拯救了我要拯救的人 我現在是不再需要上學的 然後就是 原來就是這麼簡單的 是啊 是這麼簡單的 但是這個 但是以這個論點去持有多少 其實是不需要上學的 不是 明前那一套在學後面發生 他回不了他 你錯了 你還說有看漫畫 對的 這件事就是 在我們最終結論裡面來講 靈子基本上是不需要入學的 因為 都只不過 都只不過是有一條彈 突然之間出來說 你會死得好慘 因為過來 還要不停地重複 還要重複 不像三分鐘前說那個死法不對 我現在再說你的死法是什麼 梁泰 當然 都是因為她像黑貓的關係 她就再去找靈子 都不是 阿SIR 叫他交那份份給她 那因為她像她 那他就去做 沒有所謂的 不是 他是幽等身 所以叫他 老師經常會老點 你還是幽等身嗎? 幽等身和體格 他不是已經被定為一個變態了 變態和幽等身 變態的幽等身 是沒有關係 我要很強調 就是 衣冠銀獸 衣冠銀獸和他的學術是沒有任何的底足 純變態又不是幽等身 算是衣冠銀獸 無恥之徒 繼續劇情 中間有一次軍方車就經過 沒有說過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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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便吧 當是吧 我也不知道 那一幕我看見我以為是靈子被人抓了 好像是樣 不過是樣子 總之是女子的 頸後面有夠野人 然後他找到靈子 靈子其實是生活在荒野裏面的 在心了 沒有原意 沒有原意的 荒廢了一個舊村 荒廢的屋屋 偷了出來 就是死了 還有魔法師應該有很多個 快死了 死了十幾個 或者這樣說 兩集中純粹是已經表現了 只是說 其實很麻 只有兩個資訊 現在也是 第一件事就是 他們是逃走出來 以及他們的命已經不長了 魔法師 對 就是這幾件事 他有沒有提過 還有第四個 沒有 沒有 還沒說過 還有就是 最後就是 被人抓了 那位魔女 那位魔女 被人扒扒制 然後就變成劈 來 這些 融才 就是 融才 哈哈 習慣了 生物死會腐化 我常常幫他爆一點 是這個不知道什麼的 reason 來自發骨髓 去到這一個位置 第二集完結了 基本上 跟剛才 其實這套東西是很慢 基本上說的 information 其實是不多的 他漫畫都很慢 所以沒什麼問題 不是 他跟回原著 對啊 大概 不是 正因為其實他 他沒有去很急 去傳出很多東西出來 你不會覺得他不夠 這個 這個是 但是那個吸引力 就不明顯了 Exactly 這件事 現在原作吸引力 也不算很明顯 因為他原作開頭 那部分很接近 因為他拖的條段 在我問 你這個再對方 就是剛才 魔法裂陣身那裡的個案 就是因為他推得很快 很多角色已經出來了 很多的 一些設定的 一些能力 他 present了出來 但是他不去講解的話 你會有 疑問怪 而說究竟是一個什麼 但是現在這裡 自己也要說 就是 女主角 靈子是魔法師 他很像 黑貓死了 靈子是很像 黑貓 還有就是 魔法師溶了 會不會是劈泥 會溶 不會溶 泥就不知道 一定是泥 變了劈獄 可能是劈獄 應該說會溶 剛剛是沙爺出Android版 還有就是靈子癱瘓在 屠爛足 只是這幾個資訊 還有下一集的題目叫做 製死劑 震死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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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我想是吃藥 他們在第二集中說要吃藥 那些藥 應該會交代他的生命筆 我相信應該是交代魔法師設定的 交代 正常 但是問題是 如果你拿回對比 去十年 剛剛好 十一年前的妖精之旋律 那個開頭和這個開頭的節奏 就有很大的落差 不是 因為踢馬屈的節奏開頭很正常 是他動畫剪了開頭拍 所以覺得很少 沒什麼特別才去看 動畫開頭的那一段 還有一個統刀 哪有啊 所以 漫畫 多了一支拍 哪會可以快 有鮮血 你知道 新加坡的藥機 但現在你不覺得 沒有療癒 但現在你不覺得 有什麼問題 很正常的學生生活 只是怕魔女 一起冒險 你覺得很稀奇 他吸了那個位 跟你看魔法烈底身 那個砲擊 艦隊有什麼分別 又是不知做什麼 我覺得是沒有意義的 你交回來 我不知道 有一個意思 完全沒有用的 那 故事裡面 暫時 真的無法評價這套 因為說得太慢 真的 老實說 可能要多看幾集 要多看幾集 才知道這套 究竟想說什麼 因為現在來說 很老實說 他連主題都沒有 我覺得很尷尬 其實很尷尬 本身這位作者 畫家 江本倫 江本倫 維圖 那他有一個很大的問題 一向都是 就是 或者特點 烈奇 阿毛 非常之 我都非常喜歡他前作 這個妖精船 很多人都是 我想 很出名的作品 但問題就是 他那個漫畫 那個 繪畫的能力 其實是挺低的 好過進擊 比他人 好過烈黑 是 是 問題是 人次本身 不算是很出色 去到動畫 其實很像一些 一般的作品 最大的加成 當然是 多了一些聲音 但問題就是 他始終在原作的動感表現 或者是一些 分鏡方面 其實不太優秀的 甚至是挺一般的 就是 依一作而言 所以動畫 會怎樣表現到的爭韻 其實是一個 有多重點 當然 劇本本身的優劣 就沒有辦法改變 這套 我想 我沒有看過原作 我不知道究竟 他是好是壞 但至少 現在 始終有人說 持一個觀望態度 去看這套作品 至少 畫不崩 好像有些故事 當然不知道 什麼是故事 是一個 讀壞書的故事 還是一個 妖精旋律的故事 我也不知道 要 美觀禽獸拯救 各位美少女故事 怎樣呢 要給一些心理準備 大家 如果真是看下去的話 那 夜人姐說 我覺得 他們不會很過份 說不出好後 沒有 對 一季 一季 他故事應該是很開心的 校園拯救美少女故事 都是 江本律 作品 你不要問 校 要問 校 明白明白明白 我覺得他處理都很差 那這套我們到這 到這 我們到下一套 那 有 過